桃園市杨梅故事馆园区展出了不散的杨梅宴特展 杨梅摄影之父吴金苗用镜头拍摄百姓饮食日常 在线了客家美食风味 从作品可以一窥早年餐厅的珍贵影像 即日起到3月26号为止 在杨梅故事园区有一场不散的杨梅宴摄影特展 作者是杨梅摄影之父吴金苗 他用镜头记录下饮食风景 呈现常名百姓的饮食日常 从食物中在线客家习物与好客精神 展览就是结合我们就介绍客家美食的部分 那因为以前张校长他是很好客的 那当然这边我们还有邀请到就是吴金苗照相馆 然后有展览到以前就是关于客家美食的一些老照片 就是记录那时候的日常生活 然后还有一些拜拜的活动这样 不散的杨梅宴摄影展主要记录民国50到60年代 客家人的饮食以及一名祭祀食材 现场还搭配客家食谱教学提供民众带回家 摄影展除了让看展的民众回味起从前的生活面貌 现场也展示当地客家酱菜 让民众犹如回到从前的生活情境 可以欣赏到杨梅摄影之父吴金苗老师镜头下所记录的饮食风景 那在这边呢现场也可以分享了客家料理的一个食谱 让大家可以将食谱带回家 在家中就来体验客家菜的好味道 那这个活动呢也特定安排了在这个展览期间限定的 在春风里供下来办桌的活动 不散的杨梅宴除了相片展览外 还搭配系列活动 在假日举办体验客家特色米食DIY 同时满足民众味觉以及视觉上的饗宴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您